市面上我一直看到关于理想的评测 但我其实分不太出来那些车评人 他们拍的是商业推广 还是真的是用户感受 现在在那个四川的川西嘛 今天就回成都了 算是自驾结束了 但身后还是雪山 烂路也走了一点 然后国道也走 高速也走 所以我觉得我们算是把这个L9 体验的比较真实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聊参数 就是从一个 有点喘这个高原上 就是我们就从一个用家的角度 为了让这个评价更加客观呢 我带了 其实这两天是跟两个台湾的朋友 赖神啊 不知道咱们YouTube有关中 应该还记得他 就是我们两个人来一起聊一聊 因为他有开 而且赖神也是开车很多年 大概 大概20岁就开始开了 将近有30年了 公里数有统计过吗 没有特别统计啊 50万有 最少50万 你平时也做跟汽车相关的行业吗 算是 算是 如果放在台北的话 它是多少钱的车的一个 这个在台北 卖多少钱比较合理啊 等级可以跟 特斯拉的 Model X 相比了 X 卖多少啊 X 都要 300多万 台币300多 其实它是一个舒适 舒适型取向的一个 车辆 第一个感觉就是 真皮的 内装质感 是真皮 绝对是真皮 绝对是真皮 有非常大的屏幕 而且它的屏幕分辨率还蛮高的 就是基本上都能看4K的视频 我开起来我不确定它的规格 它是属于一种无段变速的变速箱 所以它 它 在我开起来的时候我想要 以前我的车有换挡拨片 当我在过弯的时候 因为我们穿西 非常多的弯路 对 当我想过弯的时候想要降挡 降挡 它没有办法让我降挡 对 就运动化的东西感觉还少了一点 对运动化的东西少了一点 加上加上我的车可能有S档 S档就是可能是Sport档 对 他可能也也没有办法马上转换 你必须要用把呃 请理想同学把他的运动模式 把它叫出来才能够做更换 对 所以 你看 这就是个缺点 你知道吗 就是我很烦他 我们只要 一提理想同学 就理想同学这四个字 我只要一提理想同学 就有时候聊天聊到 他就他就开始 我没有听懂 换个说法是什么 说到这个副驾我跟你说 理想同学不适合的就 我没有听懂 换个说法试试吧 整个车上不能提理想同学四个字 一提他就 我不太理解 换个说法试试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的副驾很爱看电视剧的话 你就让他坐后面去看那个后排 如果坐在前面是不行的 这个是很不安全 然后还有一个不安全 就是这个怀挡 这个首播挡感 我不太理解 换个说法 我还是没懂 让我再学习一下吧 坐着怎么样 就很好 很开心 毕竟你也开过那么多豪车 你觉得这个车是怎样一个水平 就是我觉得跟X7差不多 跟X7 真的假的 真的 乘坐感来说 跟X7 就是那个 你说安静程度还是这个 对安静程度还有稳定性吧 还有X7不能比的就是副驾 不能看电视 你说这个还比X7好点 对啊 性价比很高 那X7优势在哪里啊 X7的优势又是可以装逼 哈哈哈哈哈哈 真实 没关好他会 还是没懂 让我再学习一下吧 他会自动吸回去 就这个叫什么 可以知道 可能就是磁吸式车门 就是你门没有关好的时候 他会自动帮你闭合 哦 这个 这个配备在 在双臂来说是要等级比较高的 车 对 车型 可能要到 E的 E或S的 更高的等级才会有这样的 配备 天特别冷的时候 每次坐上车 他会自动打开那个 加热 对 就这些 智能化的东西还 刚说哪里 你要办公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小桌板 小桌板 放下来 OK 你要用电脑 或者你的行动电话 都可以摆在上面来 做你平常要做的一些 文书的工作 上个车 就转成这样子 那你觉得晕车吗 在后排 倒还好 没有什么晕车的感觉 哦 你老婆好像也不晕 他一直玩手机 然后我们一直做过那种发卡 对 还有看看看那个 对对对对 追剧的影片 都还好 因为我的车没有什么电子化的东西 我反而觉得那样其实 更比较容易粘心 而且很多电脑东西 其实你是 用不太到的 可能 根据你的驾驶习惯 你设置一次 比如说是 悬架是摩坦模式 还是舒适模式 包括那个底盘高低 可能调一次 又不会经常改了 后备箱的车门 另外还可以用脚 控制 啊是吗 你有试过 我有试过 不理 哈哈 怎么 你再试一下 试一试 诶 我上次有试过 你钥匙有在外面吗 钥匙 在我口袋里 好我试一下 我先我先试啊 我有试过 没没到没到后排 没到到这里 对就只有到那里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我觉得大行李箱 可以直接放屏占满的 但是我 我认为他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 他偏高 因可能因为他要放电池的关系 所以他把后备箱的高度 要做高一些 但是如果对于 对于我们常常要放东西的人 他如果 高度能再低一点 我可以 有更大的空间 更更方便的 放置的 角度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意外的就是 他还蛮能装的 比我想象的要大一点 0度到50度 对 我觉得0度都还好 因为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 但是能加热到50度 是不是比较少 但是缺点就是他可能加热会比较慢 就是不是说你 马上就能喝到加热的水 那我认为他有一个小缺点就是 他 这个完全是空的 你在驾驶的途中 他会晃来晃去 你如果没有摆满的话 他 他会在里面 晃来晃去 关于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增程式 就是说你可以用 纯油然后油电混合 还有 纯电模式 这三种驾驶模式 其实 我自己开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区别 就我以为就是纯油的话 他动力可能肯定没有纯电那么猛嘛 但你开你有觉得很明显吧 没有 哪怕是纯油 我觉得超车也是 是有信心的 基本上就是说有有有安全距离 一脚油门就超过去 然后他这个 动能回收我觉得控制的也是比较好 就是没有那种 很强的动能回收 所以你开起来的话就没有那种 晕车感 纯电的话 他因为只有一百多公里的那个电 电力续航嘛 其实我觉得还是 挺不方便的 因为 我是很喜欢每天早上出门之前把油加满 不不不 把电充满 所以我每天都是要早一点出来 要充个电 虽然他充电快充 蛮快的了 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充好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浪费时间 这个你可能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蛮浪费时间的 就我昨天在礼堂那个加油站 花了300块 一下加600公里的续航 我觉得一分钟不到 对 非常 节省时间 他虽然节省成本 但是他真的花了我很多精力 我是觉得 就是你会花时间在充电上面 对啊 然后充完还怕你占装 因为这里还会收占装费用 像这个你如果在市区 你又喜欢用电 不喜欢用油 你那么真的两天充一次 是吧 太麻烦了 5号的话大概是100公里 8升油 然后我就算省油 因为这么大的车 底下还背一块电池 我没有载四个人 然后行李 是省油的 然后 但是他要加95号油 就92号油不能加 他的隔音我觉得做蛮好的 后面很多车辆超车按喇叭的时候 我是完全听不到 是他们告诉我后面有人要超车 我自己按喇叭要超车的时候 我其实听不太到我们喇叭的声 就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价格 买这样的车 和这样的行驶质感我觉得是蛮值的 他这个车如果在台湾 如果到台湾可以 打趴一些这个 这个150万左右等级的一些车辆 但是我真的觉得到台湾不可能用这个价钱卖 是吗 你看MG来台湾卖多少 MG大路都快倒闭了 路上来都快 在台湾卖的很好 为什么 因为便宜 因为便宜 七八十万还便宜 我们阿口要卖一百多万 如果有进来的话 是油电混动 那得 应该是 我们Civic就要140万了 Civic Civic这边 我给你缠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台湾也不是什么都好了 反正在买车和养车这一块 真的 我跟赖神每次去台北 心意停车 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他肉疼不肉疼 反正他有积分 所以还好 对 但是如果我想象 我如果真的是开车停在那边的话 真的是 停车飞 停到我肉痛 这个车其实定位的话 就是家用的 城市SUV 这两个都蛮重要的 家用就体现在这些人性化的配备上 就是如果 除了驾驶员 因为我觉得驾驶员开什么车 都一样了 因为你不可能玩这么多东西嘛 但是对于这些 乘坐的人来说 他非常适合家用 然后为什么说城市SUV呢 就是 这次我们其实很多没有去的地方 都是因为他是城市SUV 就我不太敢 因为我是租来的车嘛 我怕给他那个 给我们去那个巴朗那个看雪山那里 不是要走10公里烂路嘛 我就不太敢走 就虽然那个车很大了 赖神一开始都 都不太敢开 都不太想开 还说是怕车太大是不是 对 但实际上开起来 你不会觉得他是一辆大车 因为他方向盘也很轻 对 然后那个轮子的转向幅度 真的就 倾斜脚很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 所以如果你在这城市开 然后路况比较好的话 没事打开NOA 然后音乐一放 是把内饰灯 这些按摩通风全部打开 真的 蛮舒服的 如果我只买一辆车的话 我可能会买一个 让我觉得更有信心 或者更可靠的 比如说他刚提到 Lexus的油电混动 对 加油更省时间 没有充电焦虑 因为就我说 我觉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果你开这个续航 纯电只有100多公里 然后每天就想着找充电桩 然后又想着是 不能占 占超充装 然后又又又 我觉得这个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 这里的车好便宜哦 真的真的 不管什么车都好便宜 真的假的 真的 台湾 是因为台湾政府保护本地车企啊 对 本地拿 连特斯拉在这边都好便宜哦 不便宜吧 20多万 我们那边 我们上次 Model 3 Model Y 我们上次 现在Model 3 Model Y 去Model Y 200万 你忘了吗 200万 对啊 是入门配置吗 差不多 还没有选配 就200万 但是你要我 比如说我都是普拉多嘛 嗯 已经很老旧了 说实话 我那个 前排的那个那个叫什么 时速表 都是物理的那种 都没有 完全车没有电子化的东西 你说我换吗 我刚买 刚开这个车第一天的时候 那个副驾坐在这里 然后腿伸长伸到前面 然后等你的时候 在那个那个那里 看电视看到睡着 那一刻 那一刻我觉得 要换 卧槽 太值了 但是 开了几天之后 我又觉得说 不能换 因为加油的问题 加油太慢的问题 再一个 他 他真的没有 没办法带我去 很多我想去的地方 那就最后感谢赖神 然后赖神也是花莲人 他老婆也是 最近花莲 也不知道赖神 赖神回去以后 他的鞋盒 鞋盒不知道 还能倒了 哈哈哈哈 早上吃饭 还在担心说电视 会不会 55寸大彩电 可能也倒了 哈哈哈 有可能 OK 那就 祝这个花莲的人民 是吧 这个生活幸福啊 都平安 平安健康 平安健康 对对对对对 好 那就这